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昨天审查通过证所税大户条款修正案 课税的门槛维持现行十亿元不变 但是延后三年来上路 财政部长张慎和就表示 三年期间可以观察国际的情势 以及大户条款对股市的影响 而赞成废除大户条款的金管会主委 曾明宗则是说 这个结果是折中的方案 预估一到两年 大户就会陆陆续续的归队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十七号审查证所税里的大户条款 由于财委会的立委们对于大户条款的存费有两派声音 经过协商在中午终于达成共识 大户条款延后三年上路 课税的门槛维持现行十亿元不变 为什么会出现两派声音 是因为一派主张课税门槛拉高到五十亿元 另外一派则是主张直接废除 主张不宜废除的财政部长张上和表示 影响股市的因素为国内外经济复杂的因素 大户条款只是极小的部分 对于结果张上和说 这三年期间将可观察国际情势及大户条款对股市的影响 两面都坚固了 一方面让主张租税公平面的学者 一些有保留了租税公平的一些根苗 第二个让主张要维护股市的 他也说有一段期间在观察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则认为 尽管无法废除大户条款但已经尽力沟通 这个结果是折中方案 预估一到两年大户就会陆续归队 面对大户条款 占缓三年实施台股中厂失望性卖压涌现 电子金融跌幅加深 加全股价指数中厂收在8828.36点 下跌122.55点跌幅1.36% 成交值放大至1060.36亿元 接着乌鸟与林国防特报导 刚才新闻提到股市大户 意思是进出股票的数量跟金额 都很庞大的人 而这个手语没有固定比法 意思对就可以了 像是可以比很有钱加上投资股票的手语 双手数钞票表示大户加上投资 或者是投资买卖很多 这样也可以 会有点赌养 在对乌鸟与林国防特报导 在乌鸟与林国防特报道 在乌鸟与林国防法导